几天后,金矿的消息逐渐传开 在云征他们有意的安排下,崔仔也收到了这个消息 金矿 崔仔眼前发亮,马上询问护卫 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是听真和那边的渔民说的 护卫回答 消息可靠吗? 崔仔再次询问 这个,小人也不确定 护卫轻轻摇头 不过,不知道大人发现没有 这几天,真和的渔民好像少了很多 渔民? 崔仔想了想,好像还真是这样 他说,最近怎么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呢? 原来是真和的渔民少了 走,出去看看 崔仔静止起身,快步往外走去 很快,崔仔带人来到丹水岸边 一个地势稍高的地方 抬眼看去,在丹水中捕鱼的真和渔民 确实少了很多 真和物资匮乏 以往的时候,丹水的冰层还没完全消融 忍急挨饿一个冬天的真和渔民 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捕鱼了 但今年,这丹水都已经完全解冻了 在丹水捕鱼的渔民确实少了很多啊 难不成,这些渔民都跑去讨喜金矿去了? 崔仔的心思瞬间活络起来 这么多年,也没听说真和有像样的金矿啊 真和这些贱民,连鱼都不捕了 难道不怕饿死? 亦或是,有人可以让他们填饱肚子? 去年大前和北环往真和这边派过兵 难道? 崔仔默默地思索着,马上吩咐护卫尉 多找几个真和的渔民好好打听一下 最好是能弄清金矿的情况 是 护卫领命,马上前去打听 崔仔继续远眺着丹水对岸 心中暗自私存 三天后 何时列带着四条大船来离朝关籍采购粮食 何时列这次异常的大访 关籍上能吃的东西都快被他买光了 崔仔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 立即带人来到关籍 到了关籍一看 崔仔差点没惊掉下巴 还真是 能吃的东西都快被买光了 崔仔并未急着露面 而是找人去将何时列用于买粮食的银子拿过来 那是一块块的碎银 好多碎银的断口处都很腥 明显是才被切开不久 崔仔心中暗自疑惑 听说真和那边发现了大金矿 而何时列却拿银子来买粮食 这明显是在掩饰啊 崔仔默默地思索片刻 迅速赶往码头 快点 快点 赶紧把这些东西搬上船 一个个的 没吃饭吗 此刻 何时列正呼喝着一群人 把买下来的那些食物往船上扛 在何时列身边 还跟着几个护卫 不过 这几个护卫虽然穿着真和的服饰 所携带的武器 却明显比真和那些粗糙的武器 好看多了 这几个人倒不像是何时列的护卫 反而像是在监视何时列 见过大首领 崔仔笑呵呵地走上去 主动给何时列行礼 崔大人 你也在这边啊 何时列干笑 又有些紧张地看崔仔一眼 此刻的何时列 完全没有真和大首领的模样 虽然何时列以前对崔仔 也还算客气 但也还是有真和大首领的气势的 今天的何时列 一看就有些反常 嗯 我过来随便转转 崔仔呵呵一笑 又随口问 怎么没见着海兰朵 海兰朵有点是在忙着 何时列笑笑 崔大人 我这还有要事 要急着赶回去 等哪天有空了 一定好好请崔大人喝几杯 说着 何时列便捏拳放于胸口 微微躬身 准备告辞 大首领留步 崔仔马上抢上一步 想要去拉何时列 赠 何时列身边的几个护卫 立即拔刀 崔仔眼皮一跳 胆紧退后 目光却落在几人的刀上 几人的刀都是寒气逼人 绝不是真和 能打造出来的 大前 崔仔瞬间明白 这几人都是大前人 别 别 何时列紧张地看几个 护卫一眼 又气势不足地呵斥 马上把刀收起来 崔大人是我的朋友 几个护卫 瞥了何时列一眼 这才收刀 崔大人 实在抱歉 他们是我新招的护卫 不懂规矩 何时列主动向崔仔道歉 露出一个粗犷的笑容 崔大人还有别的事吗 也没什么大事 崔仔不动声色地笑笑 我就是 想请大首领喝杯酒 顺道跟大首领聊聊 我跟海兰朵的事 改天吧 何时列敷衍地说 这个事 我会再好好 跟海兰朵说说的 还请崔大人 不要着急 好吧 崔仔面露失望之色 又说 今年我朝提高了税付 以后 这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价格 都再涨三成 这次既然已经交易完成 那就算了 下次大首领来交易的时候 所有物资 都得按照新的价格来了 这 和实列脸上 瞬间闪过一丝怒意 但很快又被他压下去 笑呵呵地说 行 都一催大人 我还有事 先回了 和实列的态度 瞬间冷淡了很多 直接招呼 上几个护卫登船 看着快速登船的几人 崔仔眼中露出几分狠辣之色 和实列还真是财大气粗啊 所有物资的价格上涨三成 他竟然还这么爽快地答应啊 嗯 看来 真和发现大金矿的消息 很可能是真的 必须得想办法 把金矿的具体情况搞清楚啊 想到这里 崔仔又暗骂自己的护卫没用 这都过去三天了 都还没弄清金矿的情况 没用的东西 与此同时 和实列也回到船舱中 满是不解地问 王爷为什么不直接拿金子 来买这些东西 却要用碎银子 我们大前有句话叫做 欲盖弥彰 云真微笑 有些东西 咱们做得太明显了 反而容易被人怀疑 遮遮掩掩掩的 才能更让人相信 王爷英明 和实列马上拍起马屁来 再过两天 咱们的下一步计划 就可以实施了 云真说着 又郑重地提醒 和实列 记住了 此人必须绝对可靠 要是出了岔子 可别怪本王翻脸不认人 是 是 和实列连连点头 王爷请放心 我一定派绝对可靠的人 去办这个事 保证不会出任何岔子 那就好 云真满意一笑 告诉去办事的人 只要事情办好了 本王赏他十两黄金 再赏他一匹上好的战马 包括你 都重重有赏 和实列心中大喜 连连答应 三天后 入夜 崔仔被人从睡梦中叫醒 崔仔本来是要发火的 当护卫拿了一个小袋子 给他看了以后 他所有的火气都消失不见了 快 把人带进来 崔仔迫不及待地催促 又从小兽皮袋子里 抓起一块拇指大的黄金 这是袋子里最大的一块黄金 里面还有一些小指头 那么大的金块 这都是 从那个被他们的渔民 救起来的人身上搜出来的 是 护卫领命 很快 一个被动的嘴唇发紫的男人 被带进来 男人的头发 都还湿漉漉的 脸上到处都是伤痕 身上还裹着一床厚厚的被子 但就算如此 男人也被动得直哆嗦 小人呼吏哈拜 拜 见崔 崔大人 呼吏哈跪下行李 哆哆嗦嗦地开口 崔仔抬眼看着呼吏哈 说说 你这是怎么弄的 呼吏哈浑身不住哆嗦 小人被 被人追杀 跳 进丹水逃命 他们为什么追杀你 崔仔兴致勃勃地询问 被崔仔一问 呼吏哈顿时支支吾吾的 说了半天 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赶紧老实交代 你这些金块 从哪里来的 崔仔不耐烦 要不然 我把你送给你们大首领 不 不要 呼吏哈心中一慌 这才老实交代 他是金矿上的一个小监工 眼看着金矿上 快要断粮了 就跟他那片区域的 采矿工商量 大家都偷偷地藏点黄金 以备不时之虚 但很不幸 他们被人发现了 金矿的守卫很残暴 凡是偷金子被抓的人 一律剥皮抽金 为了活命 他们不得不逃亡 好在他们利用 对周围的熟悉 跑进了山里 才逃进了山里 不过 那帮人却一直紧追不舍 他们一路亡命奔逃 好些人都被金矿的守卫杀了 他也是被追杀到丹水边上 被迫跳进丹水 才得以摆脱追兵 金矿 果然是金矿 崔仔心中大喜 连忙上前 拉开呼吏哈身上的被子 呼吏哈身上 到处都是淤青 明显是逃亡的时候 摔出的伤 崔仔强压激动 立即问 那金矿的黄金多吗 哼 很多 呼吏哈小心翼翼地回答 小人偷的这些 都算是小的 去年有人 挖到一块拳头大的金矿 在崔仔的不断追问下 呼吏哈也将金矿的情况 如实告知 那是达拉布的人 去年意外发现的金矿 和实列本来是 想要偷偷开采的 但达拉布有人私通北环 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北环人 想要邀功 后来 北环就派兵赶来征和 和实列不敢招惹北环 只能乖乖献出金矿 再后来 守卫金矿的将军 又取了海兰朵 北环又给了和实列一些好处 和实列 这才心甘情愿地替北环卖名 从去年到现在 他们一直都在开采金矿 连天寒地冻的时候 都没有停下 不过 由于附近的河水结冰了 他们此前只能采集大块的黄金 如今开春了 河水解冻后 他们才抢争了很多人 开始讨喜金沙 这人多了 他们的粮食就不够吃了 所以 他们才偷藏黄金 呼吏哈再三强调 他真不是贪图黄金 他只是怕金矿上断粮 想偷藏点黄金 万一真断粮了 就找人买点填饱肚子的东西 呼吏哈还说 北环的将军 为了安抚人心 说北环已经从大前 买了粮食运送过来了 至于北环到底 有没有运送粮食过来 他就不得而知了 金矿有多少人镇守 崔仔又问 两千人左右 呼吏哈回道 那些人都很厉害 个个都很凶狠 两千人 崔仔心中一动 又问 是骑兵还是不足 都是骑兵 呼吏哈小心翼翼地说 另外 大首领还征召了一千人 协同守卫金矿 那就是三千人了 崔仔心中默默地盘算起来 真和那一千人 他根本没放在眼里 不过 两千大千的骑兵 倒是稍微有点麻烦 不对吧 这时候 崔仔又想到一个问题 我前几天看到过 和实列身边的护卫 他们的武器 可不像是北环能锻造出来的 崔仔对北环 也不是很了解 但他感觉 北环是锻造不出那种武器的 这个小人就不清楚了 男人伏地着脑袋 小人只知道 他们好多人都穿着大千的甲咒 但那些人 却都是北环的人 这样吗 倒是有可能 北环跟大千的大战 他们也听说过一点 好像还是北环战败了 不过 北环曾经 可是大败过大千的 手上有大千的甲咒和武器 应该也正常吧 就是不知道 他们明明是北环人 为何要穿戴大千的甲咒 崔仔 陈思一阵 立即吩咐护卫 先带他下去休息 给他弄点吃的 再找人给他医治一下 是 随着忽利哈 被带走 崔仔心中的激动 再也压抑不住 这座金矿 肯定有着很多的黄金 如今 邱山君有争夺皇位之心 正是需要大量金银的时候 如果把这个消息告诉邱山君 若是邱山君夺得了金矿 肯定会重赏自己 不过 一想到海兰朵 竟然嫁给了北环的将军 他的心情瞬间就不好了 这一整夜 崔仔都没有睡好 第二天一早 崔仔就快马加鞭的赶往郡城 将自己得到的消息告诉李絮 还将自己得到的黄金 拿给李絮看 听了崔仔的话 李絮也不免有些心动 他是邱山君王瞻的人 他当然也希望 邱山君能够争得皇位 李絮思索一番 决定带着王瞻 去陆一府见邱山君 路上 他们又聊及北环人 穿戴大钱甲咒的事 这是崔仔 一直都没有想明白的问题 有可能是借势 李絮回到 听说北环前几年 被大钱打败了 可见如今的大钱实力强大 北环有可能是怕 我们知道了金矿的消息 去抢夺金矿 所以 借大钱的事 从而让我们顾及大钱的实力 不敢轻举妄动 听着李絮的话 崔仔心中顿时移动 如果是这样的话 倒是能解释北环的反常举动 崔仔思索一阵 马上问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北环就是想独占金矿 大钱根本不知道金矿的事 很有可能 李絮轻轻点头 北环肯定不会轻易屈服 就算现在被迫屈服了 以后肯定也想再次击败大钱 他们想暗中积蓄力量 完全有可能 千百年来 还没有听说过 谁真正地征服过那片草原 想让北环彻底臣服 除非途径北环人 崔仔眼前一亮 这么说 就算我们夺了金矿 北环也不敢让大钱知道 如果如我们猜测的那般 北环肯定不敢让大钱知道的 李絮点头 不过 这个是必须要谨慎 先看邱山君的意思吧 一天后 李絮和崔仔来到陆一府 陆一是陆安道的行政中心 也是陆安道最大的城池 整个陆安道都在邱山君的治下 这也是邱山君争夺皇位的底气 很快 两人见到了邱山君 听着两人的汇报 在看着两人送来的那些金矿 邱山君眼中不禁闪过一丝贪婪之色 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转而低眉沉思 他对真和境内新发现的金矿 当然有想法 不过 出兵真和 从北环手中抢夺金矿 可不是小事 北环虽然被大钱击败了 但北环也不是任人拿捏的 他需要考虑 抢夺金矿后 北环会不会跟他全面开战 如果跟北环开战 他的胜算又是多少 还有 现在到底是北环在偷偷地采金矿 还是北环在帮大钱采金矿 倘若北环是在偷采金矿 是否可以联合大钱来对付北环 到时候 由他来跟大钱合作开采那座金矿 邱山君的脑海中不断思索着 不断权衡利弊 这样的金矿 他肯定是想据为己有的 如果得到金矿 他就有更多的钱财招兵买马 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 他和大军王赤之间的争斗 几乎已经不是什么隐秘的事 如果大军继位肯定会对他出手 不管是为了争夺皇位 还是为了自保 他都必须扩充力量 看着低眉沉思的邱山君 崔仔和李絮不禁暗暗交集 也不知道邱山君到底是什么意思 良久 邱山君抬眼看向李絮 你觉得偷金子的那个人说的话 完全可信吗 李絮 殿下是怀疑金矿不止那点守卫 这倒不是 邱山君微微汗手 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看到金矿 我们所知 权势那人一人之言 到底是真是假 还有待查证 就算他真要抢夺金矿 他们也不能只凭那人三言两语 就贸然出兵 出兵之事 可是大事 必须要完全确定金矿的情况 再决定是否要出兵夺取金矿 崔仔马上接过话 殿下可派人跟随忽利哈 偷偷潜入真和境内 通过小道前往金矿附近查证 对 李絮马上赞同 那人既然是从金矿逃出来的 让他带几个人去查看金矿的情况 应该不难 邱山君稍作思索 立即叫来四个侍卫 并吩咐李絮 你们立即带他们返回 想办法潜入金矿附近查探 务必查出金矿的真实情况 一切暗中行事 不要惊动金矿守卫 遵命 两人立即领命 几天后 启禀殿下 忽利哈已经带着几个人偷偷地进了山 云征得到斥候的汇报 很好 云征满意一笑 挥手示意斥候退下 佳瑶鸣嘴一笑 看来 你的计划成功了 此次云征制定计划的时候 佳瑶全程参与 这一次 他也算是真正见识到了云征的谨慎 就拿何时列去丹水对岸购买粮食这个事来说 如果是他来谋划这个事 肯定不会想到 拿银子弄成碎银去负账这一点 包括故意拿大钱的兵器 去给人看这些 他肯定都不会想到 但云征却几乎是面面俱到 故意遮遮掩掩掩 完美地利用人性 让人一步步地掉入他的陷阱 想着自己曾经数次败在云征手中 他突然觉得 自己一点都不冤 别说他接受北桓的军权的时候 北桓已经损兵折将 大败了好几场 就算他们在同等的实力下对决 他肯定也不是这个混蛋的对手 这个混蛋 就是北桓和自己的克星 不一定 云征虽然高兴 但也还没到得意忘形的时候 这只是第一步 就算这一步成功了 也要看敌军怎么想 没到真正击败敌军的时候 咱们都得谨慎 嗯 佳瑶轻轻点头 看向云征的目光 充满了崇拜和爱意 咱们的人马 要不要再往后撤一点 妙音有些担心 万一那几个人 发现咱们这边的大军了 你的计划 恐怕就要失败了 不用 云征摇头一笑 金矿那边那么多人守着 敌军就那么几个人 哪敢穿过金矿 往咱们这边来啊 他们的两千人 加上核实列临时征召的一千人 足足三千人在那边 而且 还有斥后严密监视着周边的情况 这要是还让几个人 穿过金矿的房区来到这里 好多人就该掉脑袋了 你觉得 如果计划成功的话 敌军大概会在什么时候进攻 这时候 佳瑶又笑盈盈地询问 不知道 云征轻轻摇头 这个主动权掌握在敌军那里 反正 如果敌军这个月月底之前不进攻 咱们就得另想办法了 他们现在是 还有时间可以耗一下 但不可能一直这么干好 眼巴巴地等着敌人上当 佳瑶玩耳 偏着脑袋问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万一敌军迟迟不出兵 你会再让何实列去买粮食 并透露一点消息 让敌军以为 我们的压粮队 很快就要到了 给敌军制造紧迫感 从而让敌军抢在我们的压粮队 赶到之前发起进攻 对吗 你怎么这么聪明来 云征哈哈一笑 轻挑地捏捏佳瑶的下巴 提前放出压送粮食过来的消息 不就是为后面做准备的吗 要是敌军还不上当 他就派人大肆在黎朝境内 散播发现金矿的消息 由衷的感慨 谁跟你打仗谁倒霉 这一步一步的 全都是坑 蹚过这道坑 还要下一道坑 也难怪恩师 被这个混蛋活活气死了 也是他还年轻 要是他领兵 跟云征交战的时候 年纪大 估计也被活活气死了 正当几人说笑的时候 沈宽走进来 冲云征咧嘴一笑 启禀殿下 海澜朵求见 沈宽的笑容 怎么看 怎么像幸灾乐祸 带他进来吧 云征强人往沈宽的屁股上 踹一脚的冲动 又给佳瑶和妙鹰 使个眼色 两女也幸灾乐祸地 看云征一眼 同时凑到云征身边 假装跟云征 查看地图 商讨作战方案 对于这个海澜朵 云征确实很烦 但眼下 他们还要让和实列 配合他们的计划 也不好 对海澜朵太冷淡 趁他娘的希望 敌军赶紧杀过来 有仗打了 就免得海澜朵 这么缠着他了 确定 得到侍卫带回的消息 邱山君终于压抑不住 心中的激动了 确定 侍卫极其肯定地回答 好多人在那边讨喜矿沙 还有人在挖矿 另外 我们暗中观察的时候 还听到了一阵欢呼声 好像是有人 发现了大金块 大金块吗 邱山君又想到了 崔仔说的狗头金 种种迹象表明 真合的这座金矿 蕴含大量黄金 而且开采 难度不高 如果占据这样的金矿 它就有充足的钱财 来扩充兵力了 激动之余 邱山君又不断在心中 提醒自己 冷静 一定要冷静 越是这个时候 越是要保持冷静 太过激动 很可能 让自己失去正常的思考能力 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 不断提醒自己之后 邱山君终于逐渐冷静下来 看清敌军的兵力布置了吗 邱山君再问 看清了 侍卫回答 应该确实只有两三千人 真合的那些守卫 连像样的甲咒都没有 北环骑兵倒是甲咒俱全 应该不太好对付 不太好对付 邱山君不以为然 虽然他从没有跟北环交过手 但也听说过 北环的骑兵 应该确实不太好对付 不过再怎么不好对付 也只有区区两千人而已 而他们光是在郡城 就有一万雄兵 只要他愿意 随时可以再往郡城增兵五千 要击败北环的两千骑兵 并不是什么难事 只不过是伤亡的大小而已 现在 主要是要考虑大前那边 不过 大前离离朝这么远 等大前收到消息 再整被大军杀过来 至少都是明年的事了 而且 北环还未必敢让大前知道这个事 退一万步说 就算大前杀来了 一年的时间 他们肯定可以采到大量黄金 大不了到时候看情况 实在不行就退回郡城 大前也不敢贸然进攻郡城 说不定 他们还可以长期占据金矿 甚至是将真和纳入他的志向 他可以从真和大量获得兵源 再大量打造甲州 这样的话 他的兵力将在极短的时间内暴增 到时候 直接攻破启明城 夺取皇位 邱山君不断在脑海中幻想着 越是幻想 他的野心就越是膨胀 这也更坚定了 他要夺取金矿的决心 最终 邱山君下定决心 击败金矿守卫 夺取金矿 现在 只需要讨论 怎么打的问题了 派多少人去打 才能确保 一举击败守卫金矿的敌军 打定主意 邱山君立即招来 陆毅的几个将军 和手下的幕僚 并将自己 要夺取金矿的决定告诉他们 殿下 此事还需慎重啊 听说大前 已经击败北环了 如今兵风正盛 没有了真和 这个缓冲地带 咱们很可能会直接跟大前动手 怕什么 大前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 几百年前 大雍朝出兵 几十万来攻打我黎朝 还不是被我们击败过 对 只要大前赶来 就是给咱们送军功的 这金矿必须要占领了 而且要提尽快占领 不然 消息若是传到陛下 或大军的耳朵里 恐怕就没我们的事了 有道理 得知金矿的是 众人立即兴奋地讨论起来 除了几个别 还算冷静的幕僚 劝说邱山君要慎重 其余人纷纷劝邱山君 尽快占领金矿 邱山君本 就已经下定了决心 再听众人这么一说 心中更是坚定 邱山君抬手指住众人 陈生道 我们必须拿下金矿 问题是 如何拿下 邱山君无权调动水师 他们要抢夺金矿 依然要考虑 如何渡过丹水的问题 搭建周桥 肯定是最简单的办法 但同样 他们搭建周桥 也会遇到很多问题 而且 北环有两千骑兵守着 一旦北环得到他们 越过丹水的消息 必然趁着他们的大军 还未完全渡过丹水 展开攻击 除了搭建周桥之外 还可以借商船渡过丹水 但他们 同样面临着一个问题 虽然他们的商船 比真和的商船大一些 数量也稍微多一点 但加起来 也就十多来条商船 就算一条商船在一百名士族 一次最多 也就在一千多人越过丹水 如果不被敌军的探子 发现还好 如果被发现了 这一千多人 就是送人头的 打 很简单 关键是 怎么打 怎么才能打得赢 而且 最好是以最小的代价 击败敌人 面对秋山军抛出的问题 众人刚才的 激情瞬间被浇灭 如果大军 连安全越过丹水都做不到 还打个什么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个将军突然开口 命人携带五天的干粮 趁着夜色掩护 先派人越过丹水 聚险而守 一晚上 足够运送四五千人 越过丹水了 只要能守住一天的时间 足够我们再运送 五六千人到对岸 到时 我们集结大军 向敌军发起进攻 敌军无险可守 必然挡不住 他们离境况本来 就不算很远 只要在短时间内 击败敌军 也不需要太多的粮草 即使暂时拿不下敌军 也可以通过商船 运送粮草 郡城离丹水这么近 他们想要获得补给 还是很容易的 听着这人的话 众人不禁思索 这个主意 倒也不是不行 但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冒险 如果趁叶渡和低势族 没有守住 那他们后续的计划 就再也无法进行 而且 一万部族在地势开阔的地方 跟两千骑兵打 还真不见得有胜算 北环的骑兵 还是威名在外的 哪怕北环 败于大前之手 他们也不敢轻视北环 其实 最简单的办法 还是调动水尸协助 只要有水尸的协助 击败那点人马 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惜 水尸不是邱山君能调动的 一时间 众人都不由地暗暗发愁 这种肉在眼前 却吃不到的滋味 着实有些难受 其实 我们未必非要盯着郡城对岸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个年轻的将领突然开口 听着他的话 众人的目光 纷纷落在他身上 邱山君也很是好奇 你有什么想法 不管对错 尽管说出来 若你的计策可行 本君给你官升三级 官升三级 年轻将领心中一喜 立即说出自己的想法 一连好几天过去 丹水对岸 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这样的结果 让云征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 他娘的 这帮人不会这么怂吧 这么点人手的金矿 都不敢来打 抑或是 敌军看穿他们 他们的计谋了 敌军到底在搞什么鬼 自己那天把火的计划 要不要开始实施了 云征在帐内盯着地图 看来看去的时候 海兰朵又来了 海兰朵 你还是先回吧 沈宽压低声音 跟海兰朵说 王爷今天比较烦闷 我刚才进去 都被王爷劈头盖脸的 训了一顿 你可别在这个时候 拒出王爷的眉头 别说云征烦了 连他都觉得烦 他只想赶紧 把海兰朵打发走 海兰朵往大帐门口 张望一番 又问沈宽 王爷因何事而烦忧 肯定是为了战事啊 沈宽模棱两可地说 前两天还能听到 王爷跟佳瑶夫人 和妙音夫人打去 今天连佳瑶夫人 和妙音夫人 都不怎么敢说话了 这样吗 海兰朵犹豫片刻 还是决定 不去出云征的眉头 给云征留个好印象 向沈宽道谢后 海兰朵迈不离开 看着海兰朵离去的背影 沈宽不禁 暗暗摇头 殿下身边的每个人 都看得出殿下 对海兰朵没好感 就他自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搞不好 他还以为殿下对他有意呢 账内 佳瑶和妙音 确实没拿云征打去了 两人也在跟着思索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敌军耗得起 他们耗不起 再耗个一个月 今年就没多长时间 可以作战了 但现在若是不耗了 他们之前的时间 不是白白耽误了吗 这就是云征经常说的 成本效应 这成本都投进去了 不赚一点回来 就亏到姥姥家了 三人在账内 绞尽脑汁地思索着 直到沈宽 带着一个赤后 急步而入 殿下 赤后带回重要情报 快说 云征猛然转过身来 赤后马上回答 启禀殿下 我们通过千里眼发现 郡城南侧山中时 有鸟群惊奇 似有大量人员活动 郡城南侧山中 云征快速来到地图前 佳瑶和妙音 也迅速跟上 急嘎苏布 下一刻 三人的声音 几乎同时响起 急嘎苏布 云征常常地 呼出一口浊气 奶奶的 这摆明了 是要从郡城南侧山中 一路去到 丹水中下游的位置 然后寻找隐蔽位置 渡过丹水 再从急嘎苏布 对他们展开偷袭 明白这一点 云征不由地 在心中骂娘 情况那边 就那么点人 敌军还要绕这么大的圈子 说敌军谨慎吧 他们还有胆子 来进攻 就没想过 这会不会是陷阱 要说敌军不谨慎吧 有着绝对的兵力优势 还要偷偷摸摸地来 明白了敌军的意图 云征马上下令 曾派斥后 严密查探 击嘎苏布周围的情况 寻找敌军踪迹 令秦七虎 王弃 为剑山 旁径九速 速前来听令 是 沈宽迅速带着斥后 离开大仗 呼 云征常常地 呼出一口浊气 脸上重新露出笑容 耽搁了这么长的时间 总算是没有白白耽搁 你看 这人就是属狗的 佳瑶冲着妙鹰打去 刚才的脸色 就跟谁欠了他几千万两银子似的 这一下子就变脸了 就是 妙鹰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咱们这夫君啊 给别人挖了坑 别人要是不跳 他就不高兴 非得看着别人 傻乎乎地跳下来 他才在旁边幸灾乐祸 大胆 敢调侃本王了 云征虎躯一阵 向良女亮出自己的巴掌 坏笑 忘了本王的家法了是吧 看着云征这副模样 良女不由地撇嘴 他们心中也是高兴的 各部的人马都已经到了 这五万人马 每天都在消耗粮草 多好一天 战局对他们就越是不利 不多时 得到命令的秦七虎四人 赶来大涨之中 简单地跟他们 说了一下当下的情况下 云征便迅速下达命令 王妾 为剑山 令你二人率领本部人马 与吉嘎苏部 通往金矿的山谷设服 若敌军来犯 务必让敌军深入 争取不放走一人 末将领令 秦七虎 令血衣军设契战马为不足 于朔吉部附近 山中隐藏 一旦得到本王的命令 立即征调商船渡河 直取郡城 末将领令 敌军有可能还会有水师登陆 旁敬酒 从你部抽掉五千金旗 由你亲自率领 随时做好奔袭 吉嘎苏部南部的准备 若敌军无水师登陆 你不就负责切断 偷袭金矿的敌军的后路 云征连续下达三道命令 之后又做了些简单的补充 并询问他们 是否还有疑问 确定大家都没有任何问题后 云征这才看向维剑山 这是你来到朔北以后 第一次率不出征 你可得让本王看到你的本事 否则 本王还让你挖矿 是 维剑山大声领命 对于这个机会 他还是格外珍惜的 他来朔北之前 好歹也是兵部左侍郎 结果 来到朔北后 挖了一年矿 没去了傲气 之后又率领三万后备军 一边屯田一边操练 连上战场建功的机会都没有 这一次 总算是等到了随大军出征的机会 再不好好表现 他以后怕是都没有建功的机会了 交代完之后 云征这才令他们下去准备 待他们离开 佳瑶不禁疑惑地问 你怎么不给和阿苏分配任务 你这算是包保存北环的实力吗 你想多了 云征摇头笑道 我说过 只要到了战场上 我都是一视同仁 他们现在是没必要动 要不是怕维剑山所部战力不足 王旗所部都不会动 你就不能顺着我的话说下去啊 佳瑶微微撅嘴 露出一副小女人的姿态 你骗骗我 让我高兴高兴也好吗 关键是 我没必要骗你啊 云征哈哈一笑 再说了 我骗你 你信吗 信 佳瑶点头 痴痴一笑 才怪 云征轻捏佳瑶的脸蛋 他要这么容易相信这种鬼话 他就不是佳瑶了 离朝的大军 在悄悄往丹水中下游几节 郡城这边的码头也在忙碌着 这两天 离朝专门派了两艘商船 前往对岸的真河码头进行交易 不过 他们交易的物品的价格 比以前提高了不少 这也导致他们的交易成功率比较低 不过 他们并不在乎交易能否成功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监视真河这边的动静 顺道将真河的那几艘商船吸引过来 尽量为大军渡河 减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此次进攻 由李徐作为主将 提出这个办法的小将宋武 直接一步登天 成了李徐的副将 郡城一万人马 只留下一千人镇守城池 剩下的九千人全部出击 在邱山君看来 九千人突然发起偷袭 要是都拿不下北桓的两千骑兵 死了都是死有余辜 5月十五 夜 月圆 十艘商船整夜忙碌 来回折腾了好几趟 总算是将四千离朝士族 送到了丹水对岸 四千离朝士族携带七天的干粮 并迅速藏进靠近丹水的那片山中 李徐原本是打算让后续的人马 在于夜里渡过丹水 跟前面的人马会合的 但天公作美 第二天竟然起了大雾 连老天爷都站在咱们这边 李徐大喜 立即命人趁着大雾抓紧时间 往对岸运送士族 在大雾消散之前 他们又运送了两千士族过去 剩下的三千士族 今晚怎么这都能运送过去了 隔天一早 李徐他们已经来到了山林 跟前面的大军会合 如此 他们的九千大军 已经成功地在丹水对岸集结 并且完全没有被发现 接下来 就是要率领这九千人 神不知鬼不觉地 插入金矿守军的后方 对其发起偷袭 虽然是以部族队骑兵 但李徐和宋武都很有信心 稍作修正 李徐便打算率领大军出发 这时候 一个牙将来报 有十多个士族病倒了 看他状态 多半是没法跟着行军了 废物 李徐怒骂 黑脸吩咐 令他们留下来 隐藏踪戒 若是被敌人发现 就自己抹脖子吧 将军不必动怒 少十多个人而已 对我大军没影响 宋武呵呵一笑 咱们没带营杖 难免有士族 会因寒冷而病倒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别看现在已经进入五月中旬了 这夜间还是凉嗖嗖的 尤其是 他们还在山中 他们没带营杖 晚上全靠挤在一起硬撑 有人病倒 也是正常 李徐收敛怒气 行了 命令大军即刻出发 多派探子 切勿让敌军发现 说着 李徐便站起身来 眼角的余光 却又从宋武身上扫过 这个宋武 这次 因为给秋山军献祭 受到了秋山军的重赏 若此次顺利地拿下金矿 此人以后定会受到秋山军的重视 甚至 很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此战 最好是让他死于敌军之手 以免将来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自己四十多岁 才爬到这个位置 要是被他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年轻 给压下去了 简直是丢人 李徐一边盘算 一边随着大军开始出发 此地距离金矿应该还有五六十里 就算山间道路崎岖 三四天应该足以绕到金矿后方 到时候先休整一下 在于夜间对金矿的守军发起偷袭 应该可以轻松击败金矿的守军 只要拿下金矿 就是大功一箭 李徐越想越是激动 连身上都更有劲了 转瞬之间 两天过去 这两天 李徐率领的大军又有近百人并倒 气得李徐没少骂那些人都是废物 不过 好在他们有着九千大军并倒个一两百人 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不过 此战结束之后 这些废物就该从军中踢出去了 李徐一路思索着 目光落在前方的山谷中 这是一条很宽的山谷 山谷里长满杂草 山谷中还有一条小溪流穿过 就这片山谷 应该是他们这一路走来最好走的路了 可看着眼前的山谷 李徐却突然生出一股不安的感觉 李徐皱眉 命令大军停止进军 宋武皱眉 不解地看着李徐 将军 怎么突然命我不停下了 李徐抬手指着眼前的山谷 你看这片山谷 山谷中的地势 还算是平坦 谷中水草丰美 按道理来说 应该有人在此放牧才是 但这连鬼影子都没一个 放牧也是真和最重要的生存手段之一 水草如此丰美的山谷 怎么会没有人放牧 这想想都觉得有些不对劲啊 宋武仔细地观察一阵 点头道 将军所言甚是 不过 有没有可能是真和的牧民 都去采集金矿去了 李徐皱眉道 采集金矿 也要填饱肚子 渔民也去采集金矿 牧民也去采集金矿 他们有多少粮食够吃 金子能当肉吃 这倒是 宋武轻轻点头 又试探着问 那有没有 可能是他们的牧民 还没放牧到这里 还在其他地方放牧 放牧也不是满地放牧啊 放牧也是有路线的 李徐想了想 点头道 如今才开春不是很久 放牧的人还没来到这边 倒也有可能 不过 咱们还是小心为上 我总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来人 命大军就地休整 命探子 进入山谷两侧的山中 仔细查探 李徐还是比较谨慎的 他突然意识到 他们此次从渡过丹水 到行军至此 都太过顺利了 如此顺利 要么是敌军疏于防范 根本没想到 他们可能 从这里穿过去发起偷袭 要么就是敌军早有准备 已经设好陷阱等着他们 如果是前者 自然是万事大吉 但如果是后者 那可就麻烦了 这山谷如此开阔 非常适合骑兵展开突袭 一旦敌军骑兵突袭过来 他们这九千人部族 很可能被杀得丢盔弃甲 这不是他们能承受得起的 他必须要谨慎再谨慎 就在李徐暗暗担心的时候 他们身后突然传来震震马蹄声 李徐脸色陡然一变 猛然站起来 远处的大地上 一片黑压压的骑兵 从他们后方杀来 随着骑兵越来越近 李徐只感觉整个地面都在颤抖 心中一片绝望 快 命令所有人 立即进入山中 快 回过神来 李徐连忙放声大吼 在这片地势开阔的山谷 跟骑兵交战 纯粹是在找死 现在 只有进入山中 依托地形展开防御 方可挡住敌军的骑兵 随着李徐的命令传达下去 离朝的士族 纷纷开始往山谷两侧的山上跑 突如其来的大队骑兵 让这些士族陷入巨大的慌乱之中 有些人甚至连放在地上的武器都忘了拿 只想赶紧躲进山里 在他们慌乱逃窜的时候 后方的骑兵也压了上来 李徐只是回头看了一眼 便差点吓得一屁股跌坐地上 这哪才值两千骑兵啊 这少说有四千以上的骑兵 陷阱 李徐猛然一个机灵 终于明白 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陷阱 他们被骗了 金矿的守军 根本不止那点人 甚至 连金矿都有可能是假的 敌军早就料到 他们会来夺取金矿 敌一军就是在等着他们动 他们一动 骏城就空虚了 敌军的真正目标 是骏城 他们中计了 无尽的恐惧如潮水般的涌向李徐 让李徐几乎站不住 逃 现在必须逃跑 争取逃回去 将消息告诉邱山君 一旦骏城丢失 黎朝的西大门就直接打开了 到时候 路易甫甚至是启明城 都会受到巨大的威胁 想到这里 李徐强行稳住心神 率领着众人往山上跑 然而 就在他们靠近两边的山体的时候 山中突然响起喊沙声 煞时间 山中冒出无数披甲直锐的士族 还有大量弓箭手 将弓箭对准了他们 放箭 随着王七一声令下 一片箭雨瞬间覆盖下去 放箭 另外 一边的围箭山也迅速下达命令 密密麻麻的箭矢 犹如雨点般的 袭向黎朝士族 还没等黎朝士族回过魂来 倾斜的箭雨 已经夺走了很多人的性命 凄厉的惨叫声 此起彼伏地响起 饶是盾牌手以盾牌抵挡 还是有很少人命 丧箭雨之下 当当 李徐以刀拨开两只箭矢 第三只箭矢 却扑的一声 射中了他的肩膀 李徐闷哼一声 一把折断射中肩膀的箭矢的箭矢 放声大吼 撤 快撤 快 然而 李徐的所有努力 都是徒劳的 在他们的身后 庞靖九已经率领大队骑兵掩进来 几轮箭雨之后 前方骑兵迅速往两侧散开展开游射 后方骑兵挺着骑突枪 迅速杀入惊慌失措的黎朝大军之中 与此同时 两侧山中的部族也从山上冲杀下来 杀 维剑山声嘶力竭的大吼一声 一马当先地杀入敌军 此刻 维剑山只想杀入敌阵 痛快地厮杀一番 这口气 他已经憋了好几年了 他迫切地想要宣泄淤积在心中的那口憋门之气 也要向云征证明他们这一万后备军的实力 杀 山呼海啸般的喊沙声在山谷中不断回荡 那充满沙气的声音有如催命符一般 看着不断涌出的敌军 李絮脸上一片绝望 对付他们这么点燃 敌军竟然触动这么多人 这分明是要让他们插翅难逃啊 启禀殿下 我君于预定位置包围敌军 大营中 云征得到了庞敬九派人送回的消息 敌军无意人逃脱 庞敬九他们的伤亡很小 但具体战果和几方人员的伤亡情况 还在统计之中 另外 根据他们的审讯 可以确定 郡城只有一千人马防守 殿下实在太厉害了 竟然以这么小的代价 群间敌军 海兰朵满脸崇拜地看着云征 眼睛里面都在冒星星 他听很多人都称呼云征为殿下 他最近也跟着这么称呼 称呼殿下 似乎确实要亲切一些 迎着海兰朵那崇拜的目光 云征却是一片淡然 两万部族再加五千骑兵 还是突然袭击 这要是还被打出巨大的伤亡 庞敬九他们这些人 连回军事学院回炉重造的资格都没有 短暂的沉没后 云征快速下达命令 命令庞敬九 立即按照原定计划 送三千套甲咒和武器到秦七湖手中 命令王妾 立即率不争掉 针合各部船只 不管什么船都要 命令围剑山 留下三千人 于吉嘎苏步步防 提防敌军水师 将俘虏和我方伤员 送回大营 命令秦七虎 一道道的命令迅速下达 一场预料之中的胜利 并不能让云征激动起来 郡城 他们的目标终究还是郡城 只有真正拿下郡城 他们才可以说是取得了胜利 若是无法拿下郡城 这一场胜利 最多算是个安慰奖 虽然郡城只有一千守军 但他们还是要全力以赴 越是这个时候 越是不能松懈 别小看了这一千人 这一千人 要是识破了他们的计谋 直接聚成而守 他们想要强攻下来 绝对没那么容易 下完命令 云征又看向海兰朵 对了 你要不要去帮王岐将军 争掉船只 海兰朵偏着脑袋 想了想 我去也没用吧 我们的那些船只 还不是任由王将军调遣 倒也是 云征轻轻点头 又吩咐 你也跟着等消息这么长时间了 先去休息一把 本王还得想想接下来的事 咱们虽然打了胜仗 但一天没拿下俊成 我这心就踏实不下来 海兰朵鸣嘴一笑 满目惺惺地看着云征 殿下不必担心 殿下算无一策 肯定能顺利地拿下俊成的 云征轻轻一叹 满是疲惫的揉揉脑袋 没到最后 谁都不好说结果 还是等拿下来再说吧 看着云征这副疲惫的模样 海兰朵赶紧又宽慰起来 直到云征都快不耐烦了 海兰朵才离开 不吃 看着云征那副模样 佳瑶和妙鹰忍不住笑起来 佳瑶忍君不禁地调侃 你不是说你好色吗 这送上门的肉 你还烦上了 云征无语地看 幸灾乐祸的佳瑶一眼 麻烦你俩发挥点作用行不行 别每次都让我绞尽脑汁地 想办法撵人走 他是好色 但也不是什么人 都要收入房中 他现在是看到 海兰朵都觉得烦 他都恨不得派人 把海兰朵绑起来 找个麻袋 装着吊一段时间 我们能说什么啊 尿因幸灾乐祸的倾效 我们说多了 别人还以为我们 是两个度妇呢 就是 佳瑶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云征再次无语 心中暗暗思索 要不要派人 给何时列说一声 让他赶紧把海兰朵带走 海兰朵缠人 也不分个时候 他都怀疑 自己哪天 正是心烦的时候 海兰朵却还要不分时候地缠上来 他会忍不住 给海兰朵两巴掌 调侃云征一阵后 佳瑶又问 我说 你就真不给秦七虎说明啊 不用 云征摇头 他不能老是只知道冲锋陷阵 也得让他自己学会思考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行吧 佳瑶不再多言 心中却暗暗感慨 这种时候 云征竟然都还在锻炼手下的将军 这样的北斧军 怎能不强大 一天后 李絮和离朝俘虏中的两个将领 被押送到大营 李絮的运气比较好 中了两件都没死 此刻 三人都狼狈不堪 脸上满是污渍 跪下 沈宽抬手将李絮往地上按 李絮死死地将住身体 就是不跪 另外两个俘虏倒是拾去 乖乖跪下 碰 沈宽一脚踢在李絮的脚弯处 李絮承受不住 终究还是跪倒在地 你不是嚷嚷着 要见本王吗 云征抬眼看向李絮 淡淡询问 李絮抬起头 双目死死地盯着云征 我朝与大前肃无恩怨 王爷为何无端心兵攻打我朝 云征挑眉一笑 不是你们要抢夺我们的金矿吗 那是你们的诡计 李絮不服道 诡计 云征不屑轻横 若这边若真是有金矿 你们来抢 就是理所当然了 你们要是没那个心思 本王的诡计也没用啊 李絮微微张嘴 瞬间语色 是啊 他们若是不起贪念 怎么会掉入云征精心布置的陷阱啊 云征瞥了李絮一眼 又淡淡地说 几百年前 黎朝也是我中原王朝的藩属国 趁着中原内忧外患 黎朝几百年来 不但不上表称臣纳贡 你朝国君还敢善称皇帝 如此僭越 置我中原王朝于何地 李絮微微一顿 耿着脖子说 我朝本就不属中原王朝 云征冷哼 你朝文字 语言 官制都是从我中原王朝学过去的 你说不属于 就不属于 听着云征的话 一旁的佳肴不禁暗暗佩服 这混蛋这张嘴 可是真厉害啊 黑的都能被他说成白的 李絮脸上一僵 怒道 你不过就是想吞并我朝 哪那么多理由 这不叫吞并 云征摇头 本王此番乃是心正义之师讨逆 本王劝你们最好乖乖投降 念你们也是位人臣者 本王兴许 还能饶你们一命 对于这个李絮 云征还是有点兴趣的 此战 他们重伤两百余人 阵亡九十余人 伤亡算是很小了 但他们的伤亡 原本可以更小的 如果一切 都按照他预想的那般进行 他们的伤亡 可以控制在百人以内 但因为 李絮太过警惕 没有贸然绿布穿过山谷 导致旁敬九不得不出动骑兵 将他们往山谷里面驱赶 也让两边山上的伏兵提前暴露了 如果李絮愿想 后面肯定有他的用武之地 李絮毫不领情 大声道 本将试授黄恩 绝不会降于贼人 黄恩只在中原 云征冷冷地盯着李絮 王树根本没资格称皇帝 你现在投降 叫及时醒悟 弃暗从命 不讲 李絮满脸坚定 确定不详 云征皱眉 本王不日便会攻下郡城 你不为自己考虑 也该为自己的家眷考虑 不讲 李絮再次回答 死死地哽着脖子 大声道 我黎朝只有战死的将军 没有投降的将军 是吗 云征的目光 落在另外两个将领身上 你们可愿投降 罪将愿降 两人齐齐开口 伏低身体 听着两人的话 李絮猛然转过头去 双目喷火地盯着两人 贪生怕死的小人 竟敢投降贼人 你们要让你们的祖宗蒙羞吗 迎着李絮的目光 两人眼神躲闪 无言揭话 他们这叫弃暗从明 光宗耀祖 云征摇头一笑 旋即大喝 来人 在 拖下去 斩了 是 两个亲卫军上前 驾起李絮往外拖 贪生怕死之徒 你们不得好死 你们的子孙 定以你们为耻 李絮一边被拖走 一边大骂 两个投降的下属 碰 清卫军对着李絮的嘴巴 就是一记重拳 李絮惨叫一声 再也骂不出来 很快 清卫军 提着李絮的人头 前来赴命 云征挥手示意 清卫军退下 这才询问两个将将 你们叫什么名字 此前在军中所任何职 醉江高炎 原在军中任辽将 醉江黑齿龙 原在军中任牙将 两人连忙回答 黎朝的军制 基本算是 在大康朝的军制上 做出了一些创新 辽江相当于大前的参将 崖将相当于 大前军中的都尉 一级军官 云征默默地思索片刻 吩咐道 高炎先在本王军中任都尉 黑齿龙在军中任取军后 待以后建功 本王再予以升迁 对于这两个降将的本事 云征还不清楚 没必要按照原来的职位 安排他们 若他们以后率不建功 云征也不令你给他们升官 多谢王爷 两人也不敢有怨言 齐齐谢恩 起来吧 云征微微抬手 又问 你们此番的计划 是谁提出来的 高炎回答 是宋武提出来的 不过 宋武已经死于此前一战 说着 高炎又将宋武的 详细计划合盘拖出 听完高炎的话 云征不禁暗暗遗憾 这个宋武道 也有些质谋 就是命不太好 简单地跟他们 聊了几句后 云征便让人 带他们下去治疗伤势 殿下 这两千多俘虏 怎么处理 直到此时 维剑山才询问起来 本来他们的俘虏会更多的 不过 好些离朝士族都受了重伤 他只能命人送那些人一程 先关起来吧 云征吩咐道 晚点让高炎他们两个 去跟那些俘虏聊聊 愿意归降的 就打散了混编到你和王弃所部 不愿意归降的 就去当伐木的苦力 是 维剑山领命 云征站起来 又叫上维剑山 跟本王去外面走走 维剑山心中疑惑 赶紧跟着云征走出大仗 下次学聪明点 来到大营一角 云征美好气地瞪向维剑山 怎么杀不行 非得当着那些俘虏的面 杀那些重伤员 再不借 你派几百人留守 让那些人自生自灭也行 离朝的重伤员 他们肯定是不可能留着的 他们的药材和医师 肯定优先自己人 不可能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药材 去救治那些 基本很难救活的离朝士族 在这一点上 维剑山做得没错 但怎么处理那些人 也是有讲究的 末将明白了 维剑山重重点头 云征收回目光 又说 你不这次表现不错 本王先给你们继攻 待此战结束 再一并赏赐 多谢殿下 设计部南侧的山中 秦七虎已经接收到了 旁径九代人送来的三千套甲咒 和一些离朝的制式武器 这里不但有三千血衣军 还有两个真和人 主要是考虑到 他们的口音 跟离朝人的口音相同 秦七虎穿上了离朝士族的甲咒 又跟旁径九说 这他娘的 差点意思啊 再弄两匹马给我 我得多弄点血 旁径九文言 顿时一脸黑鲜 血多了就过了 你们是护送青伤员 汇城养伤 你他娘的 还要弄得浑身是血啊 差不多就行了 秦七虎想了想 点头道 也是 那就这样吧 打定主意 秦七虎不再磨蹭 令人快速换上那些甲咒 有些甲咒是完好的 有些甲咒 又是破破烂烂的 三千人 有的手上缠着带血的布条 有些头上缠着布条 带众人全部换装完毕 看上去就是一群伤兵 简单地跟旁径久聊了几句 秦七虎立即带着血衣军出发 并打上了离朝的军企 来到真和这边的码头 血衣军立即冲上去 抢正了那些伤船 替他们运送伤兵 第一批伤兵 顺利到达丹水对岸 收到消息的崔仔 立即带人迎上来 崔仔满心激动地询问 我们已经占领金矿了 秦七虎疲惫地点点头 又给另外几个人使个眼色 几人会议 立即将带人缓缓地往一边移动 不知不觉 就将崔仔和他的护卫包围其中 崔仔倒是没注意到 他们已经被包围了 只是疑惑地看着秦七虎 李虚是他的七兄 他经常出入军中 军中官职稍微高一点的人 他都认识 但眼下穿着小将假皱的秦七虎 他却从未见过 你是叫什么名字 崔仔皱眉询问秦七虎 秦七虎 我叫 你大爷 话音一落 秦七虎立即抢上一步 一把掐住崔仔的脖子 另外的血衣军也迅速出手 在崔仔的护卫 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将崔仔的几个护卫 全部控制住 崔仔死死地瞪大眼睛 想要呼救 但秦七虎 哪里会给他呼救的机会 封锁码头 不得让任何人靠近 呼冲 立即带一小队人马 封锁前往郡城的道路 若是有人从郡城那边 赶来查看情况 直接弄死 秦七虎迅速下令 一手掐着崔仔的脖子 一手搂住崔仔的肩膀 将崔仔带去一边 其余人也纷纷效仿 直接将崔仔的护卫 也带去一边 随着秦七虎的命令下达 一群士族立即将码头封锁 退后 退后 两个真和人凶神恶煞地 冲那些渔民喊话 其余人也满脸凶光地 盯着那些渔民 看着他们这副模样 那些渔民也不敢靠近 只是远远地观望着 一个多时辰后 第二批伤兵才顺利地过河 秦七虎看看天色 心中暗暗担忧 硕纪部这边就八条商船 其中两条是离朝的商船 一次性最多运送600来人过来 照这个速度 要把剩下的人马 全部运送过来 恐怕得等到明天白天 才能对郡城发起进攻了 敌人也不是傻子 时间拖得越久 对他们越不利 毕竟 哪有伤兵不赶紧往郡城送 还在等着慢慢集结的 而且 他们虽然封锁了码头 但附近还不时有渔民路过 万一有渔民发现了不对劲 绕过胡冲 他们的封锁 跑去郡城告密 那就麻烦了 不能再等了 秦七虎当机立断 沉生吩咐李承 你留带200人留下来 继续接收伤兵 我带人前去夺城 李承原来是云征的 清卫军的小统领 在卢星跟着于世中前往萨家那边以后 云征就派了李承给秦七虎当副将 将军 这不妥吧 李承皱眉 咱们就这么点人 万一被敌军识破了 恐怕 没什么万一的 秦七虎打断李承的话 再拖下去 若是出了岔子 咱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 临行之前 殿下不是说了吗 让我随机应变 现在就是随机应变的时候 秦七虎觉得 不能再等下去了 郡城不过一千守军 血衣军又是精锐中的精锐 他们集中一千人左右 只要敌军不识破他们的计划 他们绝对可以轻松地拿下郡城 这种时候 讲究的就是一个快 破得越久 他们的计划 越是有可能被敌人看穿 云征不是经常说吗 你可以笑敌人傻 但不能真把敌人当傻子 李承想了想 重重点头 好 那就听将军的 两人达成一致 秦七虎立即整备一千伤兵 相互搀扶着 开始往郡城进发 目送秦七虎远去 李承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都说秦七虎有勇无谋 这不是逐渐练出来了吗 看样子 自己这个副将 应该是当不了多长时间了 离开了码头附近 秦七虎立即命人加快速度 务必在太阳落山之前 杀入郡城 郡城离码头也不过十里 通过一段弯弯绕绕的道路后 他们就看到郡城 秦七虎立即大声命令 都给老子搀扶起来 到了郡城城下 该好的就好 还有 别他娘的眼过了 谁敢坏事 老子非把他的屎捏出来 如果有人前来询问我们的身份 你们两个记得第一时间回话 其他人做好准备 悄悄地将问话的人拿下 凶神恶煞地交代完后 秦七虎也掺起一个伤兵 开始往郡城靠近 不多时 他们便来到郡城前 此刻 郡城的城门完全敞开着 看得秦七虎激动不已 差点就想命人直接冲过去 不过 这还有将近一里的距离 他们现在冲杀过去 敌军肯定就直接关城门了 与此同时 两个少旗从郡城策马冲出 不需要秦七虎吩咐 众人便纷纷跟着哀嚎起来 很快 两个少旗快速来到秦七虎他们面前 少旗 柳将军命我们前来询问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然而 众人哀嚎的声音此起彼伏 好像根本没人听清他们的问题 两个少旗被迫再次靠近 再次大声询问 而其他人还在缓缓地往前 逐渐将两人包围 一个真和人立即回答 我不已击溃敌军 李将军命我等 先将部分伤员送回城中医治 少旗马上又问 那你们事先为何不派人通报 面对少的问题 两个真和人顿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就在此时 秦七虎和他掺着的那个人 突然倒在地上 看到秦七虎的状况 两个真和人都不由地愣了一下 片刻之后 一个聪明的人率先反应过来 连忙有气无力地说 兄弟 搭把手 少旗愣了一下 这才翻身下马 上前去帮着搀扶秦七虎和另外一个伤兵 两人刚被搀扶起来 就直接控制住了两个少旗 秦七虎掐住一个少旗的脖子 大鹤 快 弄两个伤员上马 控制住两个少旗后 秦七虎他们迅速靠近城门 守城的人 只以为那两个少旗发扬精神 将战马送给了众伤员 倒也没有怀疑 秦七虎他们 就这么大摇大摆地 靠近了距离城门口 不到二十丈的位置 看着城门口几十个守军 秦七虎已经做好 发起突然袭击的准备 再往前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要是城门口的这些士族 稍稍盘查一下 他们就要露线了 再往前靠近两张多以后 秦七虎猛然握紧 被他当成拐杖的长矛 杀 秦七虎一把丢开 被他搀扶的伤兵放声大吼 一个杀子出口 秦七虎手中的长矛 直接洞穿了一个守军的脖子 杀 下一刻 这些要死不活的伤兵 突然变得生龙活虎起来 轻而易举地 干掉了城门口的几十个守军后 迅速冲向城门口 快 关城门 嫡媳 嫡媳 这突然的一幕 让守城的士族 陷入巨大的恐慌中 马上的两个伤兵 直接策马往温城的城门口冲去 他们的任务 是要确保敌军 无法关上温城的城门 这么近的距离 两人只是几个呼吸之间 在他们与温城门口的士族搏杀的时候 后续的人马 也源源不断地杀向温城的城门 很快 温城城门被他们占据 秦七虎手持长矛 身先士族冲入城中 杀 杀上城墙 冲 给我冲 秦七虎一边放声大吼 一边不断地以长矛 收割敌军的性命 不过 这长矛 终究还是不太顺手 此刻的秦七虎 无比怀念自己的狼牙棒 要是有狼牙棒在手 他一个横扫 就能放倒一片人 在秦七虎带队的猛冲下 敌军连瓮城的城门都来不及关闭 很快 秦七虎已经率部杀入内城 放箭 快放箭 火油 快 往登城的台阶上砸 绝不能让敌军登上城墙 守城的敌将放声大吼着 然而 等那些慌乱不堪的黎朝士族 去搬火油的时候 秦七虎已经率大军 从台阶上杀上城墙 紧接着 后续的血一军 源源不断地杀上城墙 随着血一军杀上城墙 这一战的结果 已经没有了任何悬念 杀下去 把他们杀下去 敌将不断大吼 指挥着城墙上有限的士族 发起反击 但面对如狼似虎的血一军 这些守军并没有太多的反抗之力 就在敌将还在生死力竭的大吼的时候 秦七虎已经杀到他跟前 贼将受死 秦七虎大吼一声 杀气腾腾地扑向敌将 敌将举刀相迎 不到三招 就被秦七虎一枪捅穿了身体 正当秦七虎打算上前 割下敌将的脑袋的时候 一个士族突然指着城墙的另一头 向秦七虎大喊 秦将军 你看 秦七虎顺着小兵所知的方向看过去 只见城墙的另外一头 也展开了厮杀 不会吧 血一军不可能冲得这么快吧 这就杀到另外一头去了 还有人在助战 那是幽灵十八旗 秦七虎猛然反应过来 肯定是幽灵十八旗的人 他可是知道 幽灵十八旗早就 被派到黎朝这边执行任务了 估计幽灵十八旗的人 也在找机会帮他们夺取郡城 他们这一杀进来 幽灵十八旗的人 肯定就按捺不住了 传令下去 迅速倾脚残敌 秦七虎说着 拿起的刀割下敌将的脑袋 跳在长矛上 放声大吼 响者不杀 在血一军倾脚残敌的时候 秦七虎也迅速带人 赶往城墙的另一头 响者不杀 秦七虎还在大吼 幽九直接往一个降族的脖子上抹一刀 秦七虎脸上微僵 迅速来到戴着面罩的幽九面前 你是幽几 幽九见过秦将军 幽九微微躬身 又习惯性地 往一个重伤的敌军的脖子上来上一刀 我 秦七虎瞬间无语 心中暗骂一声声口 幽九注意到秦七虎的脸上 顿时不好意思地笑笑 习惯了 秦七虎憋了半天 才无力地摆摆手 行了 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剩下的残敌交给我们了 没事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幽九轻飘飘地说着 秦七虎再次无语 得 随他们吧 回头让血义君的这帮混蛋 都来见识一下 幽灵十八旗的厉害 让他们知道 跟幽灵十八旗比起来 血义君没什么好骄傲的 省得他们一个个成天鼻孔朝天的 大英中 整整一夜 云征都没有合眼 他不睡 妙英和佳瑶也睡不着 只能一直陪着他 等待前方的消息 佳瑶靠在云征怀中 心中却不断感慨 这是他第一次 全程参与云征所指挥的战争 他以为 都这个时候了 云征应该是信心满满才是 没想到 云征竟然也会焦虑 也会因为担心前方的战事 而无法入眠 原来 他们谁都不是神 谁都只是普通人而已 启禀殿下 前线急报 就在此时 帐外突然传来清卫军的声音 听到帐外传来的声音 云征猛然站起身来 快步冲出大仗 见到云征 传讯兵立即大声汇报 启禀殿下 秦将军率部在幽灵十八旗的帮助下 成功拿下郡城 雪衣军后续人员 已经在往郡城靠拢 幽灵十八旗 云征愣了一下 幽灵十八旗竟然也凑了得热闹 短暂的失神后 云征脸上终于露出笑容 大喝 来人 雷鼓 是 咚咚 很快 大营中响起一阵阵急促的巨匠鼓声 听到鼓声 一众将领纷纷向大仗会合 待众将到场 云征不由分说地 开始下达命令 命令亡起所部 把能用上的船只都用上 以最快地渡过丹水 将离朝渔民的渔船和商船 全部蒸掉 并组织人手 搭建周桥 和阿苏 庞敬九 立即率领你步人马 押送粮草和资重 赶往丹水码头附近 留下五千人守卫粮草 其余人全部搭建周桥 围建山 留下两千人 协助何时列看守俘虏 其余人马 云征快速地下达完命令后 简单地吃了点东西 便带上轻卫军 往丹水岸边赶去 他今晚就在住在郡城 不吝点赞 订阅 下轻卫军 上轻卫军 轻卫军